他们肆意地笑着 眼里满是掩盖不住的深情 轻轻地一吻 足以证明他们炙热的爱 曾几何时 翠花在班级里 只因为她的与众不同 饱受争议 世面的同学都以罪恶的眼神看她 戏弄的玩笑 让翠花的生活充斥着不甘与悲苦 她像一粒尘埃被无情地践踏 她是所有人潮湿的对象 而更是她的与众不同 拉大提琴声的魅力 悄悄吸引了同伴小安的眼神 那是两人第一次相识 小安热烈地问候 换来的则是性格孤僻的翠花的厌恶 她早已受够了这些女人的恶作剧 但隔天翠花就改变了态度 身边的女孩依旧在欺负她 此刻唯有小安愿意站出来 替翠花出头 那份久违的温柔 让翠花的心悄悄变化 教室里她悄悄地表示了感谢 至此两个女孩第一次有了交集 有了更多的密切交流 后来的日子里 她们密不可分 时常黏在一起 感受友谊至上的快乐 静静地陪伴 心灵地聆听 让两个女孩彻底离不开彼此 翠花开始等待小安下课 那是两人的小秘密 一个无人在意的破旧教室 一瓶品质卑利的红酒 两个女孩就那样 你一口我一口开心地分享着 那份久违的静蜜 成了两个女孩心底最深的秘密 她们开心地交谈着互相倾诉 彼此心头深藏的秘密 毫无隐瞒 翠花第一次鼓起勇气吻了她 两个女孩彻底放下了戒备 放下了世俗的眼光 享受此刻最美好的时光 但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她们的事情被发现了 而小安却发疯一般 把责任都推到了翠花头上 一世的美好 在刹那间毁灭 消失殆尽 双坏